英文单字我们有八大词类 两个字以上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片语了 那片语也有一些种类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第一个在文章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片语 叫介词片语 介细词片语呢 我们通常都是由一个介细词 in or off for with等等引导的 那这个片语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来说明名词 修饰名词或者是修饰动词 第二个片语大概用两个字以上的 像我们看到有because of in spite of等等两三个字的 这个它修饰动词或者是修饰句子的内容 我们就称它为副词片语 这两个字文章里面使用最多最多的 现在我们看例子 the death of her pet cat 这个死亡 什么死亡 后面就这个片语 它有一个off 引导的 我们称为介细词片语 来说明前面的死亡 什么死亡 off就翻成什么什么的 和pick it 它的宠物猫的死亡 我们就翻成这个过世了 去世了 动词在这边 is a sad thing for her 对它来讲 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事 这是第一题的介细词片语 那第二题 我们看 wild animals wild animals是野生动物 在哪里的野生动物 一样也是用印来带动的 这也是介细词片语 in the forest 它是修饰前面的wild animal 这个是森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好 动词在后面 have decreased in number have decreased就是 已经减少了 in number就是数量上 已经减少了 也就是这个 森林的野生动物 那个数量 一直在减少 好 接下去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介绍片语 跟副词片语的练习 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片语也好 子句也好 最终都要用在写作 或者是口语上 我们要讲英文的时候 它的位置要正确 这样讲的英文 才不会人家听不懂 想第一题的 海洋中的三浮胶 在中文里面 片语是放前面的 可是英文的片语是放后面的 因此看到有片语的时候 要懂得去交叉 这个位置要移位 好 主持三浮胶 the coil weave coil就是三浮的 weave就是胶 所以合起来就是这个三浮胶 什么三浮胶 海洋中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写的是 在海洋中的 在海洋里面的 我们可以用 in the sea 也可以用 in the ocean 这样子 写完了 这些片语 下去我们要写的是动词 因为动词还没有出来 这个动词是什么 被潜水人破坏了 常常被破坏 我们后面的动词 被破坏是什么 被动 我们要写的是 r often 破坏是damage ed 这就是中间 它的翻译的部分 好了 in the sea in the ocean 是修饰前面的 三浮胶 这就是我们的界隙词 片语 那动词在这个地方 是表示被动 常常会被破坏 白 白的 白的就潜水人 继续 我们看第二题 由于杀虫剂的滥用 许多昆虫已经绝迹了 这是表原因的 说明后面这个句子的内容 昆虫绝绝迹 原因就是杀虫剂被滥用了 主要此句已经写出来了 many species of insects have been extinct extinct就是绝迹了 have been完成是已经绝迹了 species是种类品种 of insect 这个昆虫 很多昆虫的品种已经绝迹了 现在我们要用片鱼 把这个鱿鱼 给它翻出来 鱿鱼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due to 另外 我们还有常常看到的就是 because of 不过还有一些也是很常用的 像这个all in to 都是表原因的 或者是unaccount of 这些通通都是表原因的 一个副词片语 同学可以给它背起来 due to because of all in to unaccount of 那后面我们就要接名词哦 杀虫剂的滥用 杀虫剂的滥用 我们要先写滥用 要交叉一位 滥用就是 the misuse use 你也可以用 abuse abuse misuse跟abuse 就是不当的使用 不当的使用我们就是滥用 好 什么的滥用 off 杀虫剂 那么杀虫剂有两个写法 第一个是 pesticide 那么另外一个 pesticide pest 就是我们的害虫 side就是杀 杀害虫的那个东西 我们就称为杀虫剂 另外有一个就是 insect size insect是昆虫 这个是杀 杀昆虫的那个东西 叫杀虫剂 这样子就很清楚的写出来了 由于这个misuse 物用 of pesticide 或者是inset size 那很多品种 昆虫的品种 已经消失了 好 这是一个表原因的 富翅片鱼 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 尽管家境困难 像这种家境困难 实在很难翻 你就讲说 他的家很贫穷就对了 他半工半读 念完大学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词句 前面是片鱼 他半工半读 念完大学 那么 虽然他的家境很贫困 家里很穷 好 尽管我们是用 inset size off 他的家里很穷 那么这是你的 所以我们要用 her family 同学可能就 马上直接就写到 its poor 那这样写就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片语 是用inset size of 这个有介细词在这里 后面是不能用动词的 要改用什么 介细词后面 一定要改用动名词 要这样子才是正确 所以要小心 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地方 舒服掉了 inspire of her family 要用 being in poor 后面的是 主要词句 他半工半读 念完大学 我们不要用 我们不要用 half work half study 这个在口语上是 没有错的 也可以接受 不过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写会比较好 他的写法是用 she walked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最好用过去式 she walked her way through college 或者是用 through university 这个就是半工 半读 这个念完大学的固定的写法 work once way through college 再看第四题 根据新闻报道 台风即将要侵袭南台湾 根据 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副词片语 他来说明 后面这个主要词句的内容 好 台风将要侵袭南台湾 我这是根据新闻报道的 这个写法就是 according to 同学应该很熟悉了 according to 新闻报道我们用news report 当然新闻报道可能有很多 那么 因此我们用复数写 也是ok的 好了 这是前半段的一个副词片语 我们利用according to 那后面的主要词句是台风 这个台风并没有指定 就是讲有一个台风将要侵袭 如果讲说 这个台风是什么名字 这个什么台风名将它侵袭 那这有特定的台风 我们现在就一个台风 那我们用 台风 即将 就是 就是一直 一直 即将清洗 就是表示还没有清洗 所以我们要用未来式 一直 going to 清洗我们用hit 或者是strike 这样就可以了 清洗什么地方 南台湾 英文的写法是用saufen t-h-u-a-r-n saufen是形容词南部的 saufen 台湾 这就是 第四题的 利用according to 这个副词片语 再来看第五题 由于你的捐献 捐款 由于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我们用going to好了 或者是due to because of都可以 用due to比较简单 due to 你的捐款 捐款就是donation due to your donation 好 这些孤儿 这些v字 oven 孤儿很多 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维生 那很简单 有就是have 足够的食物 就是enough food 好 足够的食物 干嘛 因为这里已经有动词了 所以后面那个动词 维生 那么就要用to 来切开 要不然会变成两个动词 to 靠什么维生 就靠这些食物 这些足够的食物来生活 中文讲说靠什么维生 英文就是to live on ok 这样子就是 很棒的一个写法 如果动物靠什么维生 我们用feed on F-E-E-D 好 feed on 好 这个是live on 跟feed on 的一些小的区别 这边用丢度 表原音的一个 副词片语 好了 大方向 介质片语 跟副词片语的 分别 我们就介绍完了 好 好 好